其實顏雅倫事件檢警的昨天花了大半天時間 才聞神搜索 主要是因為顏雅倫的光是在士林就有三個住家 傳出在內湖其實有兩個家 所以增加了搜索上面的難度 但是北市婦幼隊不僅鬧出了特權風波 現在還有最新消息傳出 偵辦這個案件的檢察官其實不開心 因為一連串的偵查作為其實都被掌握 現在還打算要偵辦婦幼隊 涉嫌泄密 顏雅倫把腿狂奔帶著檢警衝進 他在天母浮華路的住處 3號檢警約談顏雅倫划了大半天才完成搜索 因為顏雅倫在士林就有三個住所 傳出內湖也有兩個住家 周刊曾披露顏雅倫就住在天母西路 這處豪宅但他疑似已經搬走 傳出顏雅倫為了工作方便才決定脫手換屋 顏雅倫賺得多名下房產也多 從檢警搜索過程就能看出 先是到位在松山區的工作室 易經內湖豪宅搜索 最後到天母浮華路 顏雅倫爸媽的住家搜索 還疑似查扣多項電子用品 但北市富幼隊這波約談可說是鬧得滿城風雨 現在消息傳出偵辦此案的檢察官相當不滿 連串偵查作為都被掌握 還打算偵辦富幼隊洩密 我們獨家掌握到北市富幼隊4號 一早來到新英區的這間殖民蛋糕店 買了抹茶紅豆跟蜂蜜紅豆兩種口味的銅鑼燒 帶著大批人馬來到士林地檢署 跟承辦檢察官致歉了 整個早上希望可以平息 兼作怒火 他很趕 外面在那個開車等他的那個人在催他 所以他滿趕的 他叫我快一點 根據了解因為承辦檢察官相當不開心 因此北市刑大高官帶著北市富幼隊 謝忻隊長到事件賠罪 營養輪深陷偷拍外流 疑雲俯幼隊偵辦 結果出洩密特權風波 案件偵辦黃牆走板引發外界質疑 記者王英軍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